第九百四十二章 六街 听得那从天空上传来的阴沉声音,街道上一道道目光顿时扫一而上,旋即惊呼声顿时在街道上响了起来。 居然是罗家老祖! 哎,他居然亲自来了,看来对于那罗小姐呀,这老家伙果然很心疼啊。 呵呵,看来今天哪,有些好戏看了。 在众人惊华上间,那一回一百两名老者见到来人也是一惊,旋即急忙恭声道。 恭迎老祖! 嘴中在说话时啊,两人心中却是一片苦笑。 这大小姐居然会把那心血玉佩给捏碎了去, 那东西可是老祖亲自为其所做,说是不到生死关头,勿要动用。 没想到如今为了这点小事,他居然是将这东西给拿了出来,难怪老祖会来得这么快。 想必是以为这位大小姐遇见了什么生死之危了吧。 天空上,蓝袍老者悬空而立,其脸颊略显宽大,隐隐间有着不怒自危的感觉。 显然是那种久经高位之人。 听得两人功声,他也只是随意地点了点头,旋即目光望向红衣少女的方向。 待瞧得其脸颊上紫红的纸印时,在松了一口气的同时,眼中也闪过一抹怒火。 视线转向萧妍等人,缓闻缓得道。 鸡尾倒是面生得很啊,应该是天涯城之外的人吧。 爷爷,他们欺负我,您,您可要替我做主。 还不等萧妍等人说话,那名红衣少女见到蓝袍老者,小嘴顿时一憋,眼泪哗哗地就流了下来。 今天他所受的委屈,可比以前一年还要多。 像他这种真正的娇娇女,哪曾真正地被人如此对待过。 而且小一仙眼中的那种不作假的冰冷沙液,也是令得他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如今乔德后者出现,顿时犹如有了靠山一门,手指指向消炎。 手指也不想要了吗? 见到红衣少女这般举动,小一仙声音淡淡地说道。 文言,红衣少女脸颊顿时夺过一抹恐惧,急忙收回手指。 对于下手丝毫不留情的小一仙,她终于是有一些惧怕了。 在这般拖延间,突然又是有着不少破风声突然响起,旋即时来到身影,出现在了街道两旁的屋顶之上。 这些人一露面,皆是冲着那蓝袍老者恭敬地行的一个礼,然后见到场中的一幕略做思量,便是知道发生了何事。 当下一人便是冷喝道。 敢在天涯城对我罗家之人出手,胆子还真是不小。 对于这些出现的罗家强者,萧炎脸色也终于是缓缓地冷了下来。 她本来无意招惹此地的势力,但今天看来呀,原本只是一点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对方确实要如此兴师动众,并且再三挑战其耐性。 虽说这罗家老祖是一名五星斗宗强者,但这对于萧炎来说却并不具备多大的威慑力。 不提如今的小依仙足可以与之抗衡,在她那截之中,还有着一具足可以与六星斗宗强者相匹敌的地妖魁。 若对方今天真要得寸进尺,那也休怪她心狠手辣了。 交出这般瞒不讲理的小辈,你们这些长辈,怕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小依仙瞥了先前那名说话中的男子一眼,冷笑一声,便是前踏一步。 一股丝毫不逊色于那罗家老祖的磅礴气势,犹如平地而起的山脉一般,轰然拔声,令得无数人脸色巨变。 斗宗强者 街道之上,一道道惊呼声响彻而起,旋即目动口呆的望着那一身素衣的女子。 如此年轻的斗宗强者,可是他们这些年首次所见。 而那名红衣少女,此刻的脸色也是有些苍白。 他清楚地知道,一名斗宗强者是何等的强悍,即便是以他们罗家之强,也是不敢心意招惹。 相比于众人的惊骇,那名罗家老祖脸色更是变幻的厉害,因为他分明地感觉到,此女的实力丝毫不被踏弱,甚至在其气息之中渗透着一股诡异的阴寒之力。 若是娇少的话,即便是他,都是不会有太高的胜率。 该死的,天涯城何时出现了如此强者? 萧天这丫头,现在也是越来越过分,看来日后是该好好管教一下了,不然的话,招惹到一些惹不起的对手,对我罗家来说可绝对是灭顶之灾。 脸色变幻间,那罗家老祖望向红衣少女的目光,也是突然变得阴厉了许多。 旋即目光一转,望向萧妍等人,语气不自觉地变缓了下来。 几位,今天之事的确是小天之错,我罗承在此带他向几位道歉了。 一个小小的罗家,叫出来的孙女,比我还要倒瞒。 紫妍斜瞥了罗家老祖一眼,却是冷哼道。 对于那名红衣少女,她也是从一开始便是极为的不顺眼。 要知道,连她都是没有那么骂过萧妍。 这么一个凶大无脑的丫头,凭什么? 罗家老祖目光在紫妍身上转了转,眼中也是罗过一抹凝重。 豆黄?一个看上去,上不到十四五岁左右的豆黄? 这小丫头怎么看起来比那位白衣女子更妖恐怖? 心中念头飞转,罗家老祖也终于是不敢再有丝毫的小事。 在他想来,能够在如此年轻便是达到这般地步,光凭天赋定然是极难半岛。 所以说,在他们身后,应该是有着实力极为恐怖的势力之称。 如此一来,可就更不能轻易得罪了。 到时让极为见笑了,这孙女老夫日后定会好好管教。 有些尴尬地叹了一口气,罗家老祖一挥手,沉声道。 将小天带回去。 见到罗成那有些难看的脸色,那赶来的一众罗家强者也是不敢说话。 他们不是傻子,自然也是能够知道,这看似年轻的一行人所拥有的能量极为不弱。 甚至即便是老祖,都是不愿轻易地将之得罪。 看来今天这丫头受的罪是白受了,不过也好,当作教训吧。 几名罗家强者目光交汇了一家,皆是苦笑一声,然后闪躲而下,强行抓住红衣少女。 也似是知道自己闯下了大祸,惹了不该惹的人,那红衣少女也是不敢反抗,任由几人将之带走。 走。 萧颜脸色平淡地看着这一出表演,戴德那名红衣少女被抓走之后,方才淡淡地说了一声,然后对着街道之外行去。 其后,小一先三人也是紧不跟上。 见到这一幕,那罗承目光一宁,显然这四人之中,似乎是这个黑袍青年,方才是座主之人。 其余的,不论是那名白衣女子,还是那看上去有些诡异的紫发小女孩,都是听其所言。 呵呵,这位朋友,不知能否暂留一下。 心中闪过一道念头,罗承连忙夺下身形,出现在萧颜面前,含笑道。 有事吗? 萧颜脚步一顿,随意地问道。 几位朋友来天涯城,是否是因为空间虫洞? 罗承笑着道,面容上倒是颇为的客气。 这倒是看得周围的一些人暗中砸舌。 这天涯城,能让得这位罗承老祖如此对待的人,可是屈指可数啊。 在下知道,天涯城的空间虫洞出了问题,罗老先生也是因此而来吧。 萧颜淡淡一笑,说道。 呵呵呵呵,和明本人说话就是爽快。 老夫也不拐弯抹角,天涯城的空间虫洞,此次问题不小,凭我一个人之力,根本难以修复。 所以想请这位小姐出手一注,不知可否。 罗承目光转向小一仙,拱手道。 文言,小一仙并未回答,只是将目光转向萧颜。 报酬。 萧颜简单明了地吐出了两个字。 被萧颜如此直接地要求噎了一下,旋即罗承苦无笑道。 呵呵,若是空间虫洞能够修复的话,那即位也是能够顺利进去。 若是不行的话,这方云千里之地,可是再没有第二个空间虫洞了。 萧颜摇了摇头,若是没有先前的那些事,看看情况帮帮忙也就算了。 不过,既然有了这一遭,不让对方出点血,他今天还真不乐意了。 见到萧颜这般模样,罗承四也是知道了一点他心中所想,当下苦笑更甚。 迟疑了一下,方才一咬牙,说道。 这样吧,我罗家是以贩卖魔盒出名。 若是这位小姐真能帮助老夫修复空间虫洞, 老夫便赠一枚七节魔盒。 至于魔盒属性以及种类,只要我罗家有,便任由你们挑选。 如何? 七节魔盒? 文言,萧颜确实心头一动,手指轻轻摸索着纳戒, 目光瞥了小依仙一眼,随意地道。 那不知道贵族是否有天独蝎龙兽的魔盒? 天独蝎龙兽? 罗承正了正,沉引了片刻,摇了摇头,说道。 这种魔兽乃是远古异兽,魔盒极难获取。 七节的天独蝎龙兽魔盒,我萧家的确没有。 虽然对此不抱太大的希望,但此刻萧颜眼中依旧是忍不住地夺过一抹失望。 而就在其失望之间,那罗承迟了片刻,又试探地问道。 七节的天独蝎龙兽魔盒,我罗家没有。 不过,却是有着一枚六节的,不知道是否可行。 六节? 听得此话,萧颜那刚刚是让还有些失望的眼神,瞬间便是炙热了起来。 第九百四十三章 修复 对于这罗家真的能够拿出一枚天独蝎龙兽的魔盒作为报酬,萧颜也是感到颇为惊讶。 虽说这魔盒的等级与他所需要的相差了一斤,不过不管如何,这毕竟是相同之物。 虽然相差了一个阶别,或许最终的效果会差上一些,但至少,若是最终他们依旧是未能寻找到那七节的天蝎毒龙兽,这东西将会是最后的救命稻草。 至少,若是有了一枚六节的天蝎毒龙兽的魔盒作预备,即便是真到了那一步,也不至于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 目光与小一仙对视了一眼,萧颜微微点了点头,说道 虽说并未达到我们所需要的要求,不过六节倒也算是能够接受。 文言那罗程也是松了一口气。 天蝎毒龙兽本就稀少,青魔盒更是难寻。 这一枚六节的魔盒还不知道是谁卖给罗家,然后被他收藏了起来。 而能用一枚六节魔盒便是情东一鸣,使了与其相差不多的强者出手相助。 这对于他罗家来说便是占了一些便宜。 几位请跟我来,有了这位小姐相助,想必今天之内便是能够将空间蟲动修复。 罗程笑道,旋即一拱手,转身在前演奏,其后萧颜略微迟疑了一下便是跟了上去。 萧颜四人跟在罗程身后,纯说在这庞大的天涯城之中,或许是因为他们第一次来的缘故,那罗程也是并未加快步伐。 在赶路的同时,也是不断地对着萧颜等人,介绍着天涯城之内一些颇有名气的商谱。 那般爽狼以及剑谈的模样,倒是与先前初见时,判若两人。 行走在罗程身后,萧颜四人对于罗程那滔滔不绝的话语,倒是略有些不太感冒。 而且,虽说这老家伙说话之间很是隐晦,但萧颜依旧是觉察到,在他谈话间,明显是在暗中套他们的底。 对于这种老狐狸,萧颜确实见过不少,因此也知道严多必失的道理。 所以,对于一些问题,他也是含糊而过,丝毫不给罗程追根究底的机会。 而如此几番之后,毫无收贵的罗程也只得在心中苦笑一声,收回了继续追问的念头。 几人花费了大约半个小时左右,横穿了半个天涯城,然后一座占地极为庞大的黑石广场出现在了硝烟视野之中。 广场面积极为宽阔,尽是使用一种黑色石料所建,冰冷之中透着丝丝坚固之感。 此刻的广场已经被众多罗亚护卫封锁,在广场之内有着一个高耸的石台,隐隐间有着极为雄厚的空间之力弥漫而出。 有着罗程开道,硝烟四人毫无阻碍地便是进入了广场之内,然后跟着前者,沿着那高耸的石阶环步而上,几分钟之后便是出现在了那石台上面。 这石台刚好占据了广场中心的位置,目光下扫,刚好能够居高零下地将广场乃至附近几百米之内的场景尽数收入眼中。 此刻的石台上除了一些罗家强者之外,还有这两名看上去似乎并非是罗家之人的老者。 这两人气息极为不弱,虽说比不上罗程以及小一仙,但也是货真价实的斗宗强者。 按照硝烟猜测,恐怕这也应该是罗程聘请而来的帮手吧。 两名老者面色冷漠,眼中隐约透着些许傲气,而周围的那些罗家之人也是笑脸相加,不敢有着丝毫的怠慢。 硝烟的目光在这些人身上略微扫了扫,然后便是转向了石台中心位置。 那里,一个足有石杖庞大的漆黑空洞正循循的旋转着,一股股惊人的空间之力从中一满而出,令得其略微有些动容。 只不过,现在的这种空间之力,似乎隐隐间有些紊乱的迹象。 这便是拿空间虫洞了吗?果然是大手笔啊。 漆黑的空洞宛如一个黑洞般散发着一股异样的犀利。 目光遥遥望去,所能够见到的却是一片永无止境的黑暗,以及一种震人心魄的诡异呼啸之声。 行上石台的硝烟等人,自然是在第一时间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 在见到罗城之后,即便是那两名略微傲气的老者,也是冲着他拱了拱手,脸上傲气略微收敛。 以他们的实力,只是刚刚达到二星斗宗而已。 与罗城这种在斗宗级别,驻步了几十年的人相比,可是相差太多。 呵呵呵,这两位是韩氏二老,在这天涯城乃至周遭千里,也是名头响当灯的大人物。 他们也是老夫聘请帮忙修复空间虫洞的。 罗城笑着走近众人,然后指着那两名老者,冲着硝烟笑道。 说完这话,罗城又是目光转向那两名老者,笑着道。 这几位小友也是老夫请来的帮手。 帮手? 罗老,虽说知道你很想尽快地将空间虫洞修好,但也不至于找几个如此年轻的小辈来吧。 这样是信不过我二人吗? 听得罗城所说,还不带萧妍等人说话。 那两名面色居傲的老者,却是眉头一皱,颇为不悦地说道。 两个刚刚在斗宗初期徘徊的人,居然说起话来如此狂妄,还真是不怕被闪了舌头。 被如此小小地小看了一番,那紫妍最尖气不顾,不屑地撇了撇嘴,说道。 哪里来的小娃娃,不要在此胡乱掺和。 两名老者眉头皱了皱,目光在紫妍身上扫了扫,旋即脸色微微有所变化。 显然是看出了紫妍的一点奇异之处,当下话语也是微微变了变。 对于这种眼高于顶的老家伙,萧妍也是懒得多加理会,偏头对着小依仙淡淡说道。 去看看吧,若是能尽快修复的话,也免得耽误我们的时间。 小依仙微微点了点头,然后缓步而出,而随着其脚步的移动,那深脸入体的磅礴气势在堵如洪水一奔席卷而出, 令得石台之上除了罗承以及萧妍等人之外,都是愣了下来。 此女居然也是斗宗强者,真是难以相信,难怪会被老祖请来。 石台之上的众多罗家之人大政之下,也是不免动容的惊声道。 与他们相比,脸色最为尴尬的莫过于那两名老者。 以他们的实力在小依仙爆发出气势之后,自然是能够察觉到,后者的实力几乎能与罗承相媲美。 比起他们来,却是强上了太多,当下心中暗暗叫苦。 见到两人脸庞上的尴尬,那罗承也是在心中暗自呲笑了一声。 这两个老家伙为人素来高傲,除了实力比他们强者,素来难以被他们正视。 这一次倒是大意之下丢了个不小的脸。 一场误会而已,大家不要介意。 这空间虫洞乃是当年我罗家的一位前辈所见。 存在时间多年,两地间的空间印记相比也是有了一些模糊,因此方才会出现此次所发生的事情。 而三位所需要做的,便使用空间之力将两地之间的印记加深一些。 此次的问题,应该便是可以解除了。 知道正是重要,罗承也不多在此浪费时间,开口笑了笑,便是直奔主题。 硝烟目光瞥了一眼,面前那巨大的空间虫洞,手指不自觉地摸了摸那戒。 若是天火尊者苏醒的话,以其对空间之力的操控,恐怕独自修复这空间虫洞,也是不在话下吧。 小一仙三人皆是盘膝坐在空间虫洞之外,而那罗承则是脸色凝重地站在空间虫洞与试材接触的那一点上。 目光扫过三人,沉声道。 话音落下,罗承周身的空间顿时变得扭曲了起来,一股空间之力涌现而出,喧气呼啸着冲进空间虫洞之内。 在其后,小一仙三人略作迟疑,也是凝出一股强弱不一的空间之力,强行穿进那空间虫洞之内。 随着这四股空间之力的闯进,那空间虫洞之中的呼啸之声也是越来越强,从中所弥漫而出的犀利也是在逐步的加强。 而见状,试台之上的众多罗家强者一声奇奇迪鹤,一股股凶厚斗气暴涌而出,玄界在那空间虫洞之外凝成一片能量护照,将这种犀利尽数隔绝。 看他们那熟练的手段,这种事情明显不是第一次干了。 硝烟目光紧盯着那漆黑的空间虫洞之中,片刻后,在未觉察到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后,方才轻松了一口气,然后盘膝而坐,开始安静地等待着。 修复空间虫洞所需要的时间并未如同硝烟所预料的那么久远,在大约将近两个小时左右后,那紧闭眼眸的小衣心等人便是栩栩盛开,脸颊上也是泛起了一丝苍白之意。 显然,修复着空间虫洞对于他们来说,也是有着极大的消耗。 随着几人的相继回神,只见得那缓缓旋转的空间虫洞也是微微地颤抖了一颤。 旋即,丝丝银芒萦绕在空间虫洞四周,远远看去,犹如黑洞之内的繁星一般,而且那股从其中传出的紊乱空间之力也是循循交散。 总算是修复完毕了,多谢三位了,这份人情我罗承记住了。 感受着那逐渐恢复正常运转的空间虫洞,那罗承也是一声爽朗大笑,转过身来,对着小衣心三人抱拳成声道。 没事吧? 萧炎迅速转身,来到小衣仙身旁,低声问道。 嗯,略有些消耗而已,修复着空间虫洞并非很难。 小衣仙微微点头,笑道。 这位朋友,这是老夫所承诺的报酬。 罗承一挥手,一个玉盒飞向萧炎,笑道。 随手一抓,将玉盒抓进手中,萧炎将之打开。 顿时,一枚紫红色的椭圆形魔盒,便出现在了其目光之中。 手指接触在魔盒之上,感受着其中那股能量属性。 片刻后,萧炎微微点了点头,虽然他并未见过天邪独龙兽的魔盒,但记载中的那种属性倒是与之相仿。 将玉盒收入那界,萧炎心中也是松了一口气,目光投向空间虫洞,轻声道。 现在的空间虫洞能否使用了? 应该不成问题了,不过老夫还是建议多等一段时间,毕竟刚刚维修完毕,现在就走,可不怎么保险。 文言罗承迟疑了一下,说道。 不用了,我们上海有集市,不能久留。 萧炎摇了摇头,淡淡地说道。 他并不想在这天涯城久留,而且对于那中周,他已经是有点迫不及待了。 文言罗承也只得失望地点了点头,从那界中取出一个大约有八扎大小的木船。 木船之上,隐隐间闪烁着些许银芒。 这东西,居然还蕴含着一丝极为微弱的空间之力。 这是在空间虫洞之中使用的空间船,造价极为不菲。 每一只的价格都是超过百万,寻常人哪,可还真是用不起。 不过,这位小姐帮了我罗家大忙,一枚六阶磨盒算是我罗家占了便宜。 这小东西,全当作是谢礼罢。 将木船递给萧炎,罗承笑道。 木光有些惊讶地看了一眼这木船,这所谓的空间船也是他首次听说,当下也是有些好奇。 笑了笑也不拒绝,顺手接了过来。 既然如此,那便多谢罗老先生了,日后若是回来,定会登门拜谢。 冲着罗承拱了拱手,萧炎也不再迟疑,对着紫妍欣蓝挥了挥手,然后四人停于空间虫洞之外,然后同时跨入而进。 四人的身影在跨入空间虫洞的那一刻,便是瞬间消失,一股炎盲缓缓扩散而出,最后闪躲至漆黑的空间之中。 望着萧炎刺人消失的身影,那罗承方才砸了砸嘴,叹道。 唉,不知道这几人究竟是何方势力,方圆千里之内,我似乎从没有听说过,有一位如此年轻的斗宗强者呀,难不成他们是中州的人? 画到最后,那罗承也是皱了皱眉,旋即叹息一声,转身对着石台之下行去。 其后,众人急忙紧跟而上,只留下一些护卫,驻守在此。 而随着众人的散去,石台之上也是变得安静了下来,只有着那巨大的空间蟲洞,正在不急不缓地散发着些许璀璨炎盲,连接着另外一个精彩的大路。 第九百四十四章 空间风暴 在硝烟几人踏进空间蟲洞的那一煞,视线突然已黑,身体突然有种失重的感觉。 不过这次感觉在瞬间之后便是迅速消散,旋即一个奇异的空间通道出现在了其视线之内。 出现在硝烟等人面前的是一个看不见尽头的空间通道,通道两旁有着若有若无的但颜色空间臂障,而在空间臂障之中则是一个十来丈左右的通道。 通道的尽头是一片深邃的黑暗,而通道上下方向也同样是那种令人有些心悸的黑暗。 隐隐间有着浓郁的空间波动从中渗透而出,整个通道极为的死寂,没有丝毫的一生。 首次见到这种空间通道,即便是以硝烟的定律也不免有些失神。 目光缓缓的望向通道两旁那由空间之力所形成的避障,在那之外还是毫无尽头的黑暗,谁不知道在那里会有何种景象。 硝烟大哥,将那罗家老祖送你的空间船取出来吧,那东西在这里的飞行速度相当之快,有了它,大概需要二十天左右的时间,我们便是能够抵达中中。 死寂之中,新兰突然出声打破了沉默。 文言,硝烟也是回过神来,手掌一晃,那空间船便是出现在手中,这一小东西刚刚出现,便是犹如进入了水中的鱼儿一般迎风暴涨。 短短几个眨眼间,便是在硝烟那惊恶的目光中,画画一只几丈长宽的船只,在那船只表面,一丝淡淡的银色空间之力来回游走,看上去极为的悬疑。 这东西居然还有这般作用,难怪造价如此昂贵。 望着这般变化,硝烟嘴中顿时发出嘖嘖惊叹声,旋即身躯愉悦,率先踏进船只之内,其后好奇的紫妍等人也是迅速跟上。 在这空间船船头处,有着一个能量输入点,只要在这里灌注一些斗气,便是能够令这空间船在这空间通道中飞行。 这空间船可是个好东西,在中桌大陆有着专门出售这种东西的实力以及商铺,在那里,空间船也是有着等级之分,九级最高,一级最低。 我看这空间船,怕应该是四级左右。 欣兰娇笑道,硝烟惊异地看了一眼船头处,点了点头,旋即撇了一眼两旁的空间臂杖,说道, 这东西不会窜出去了吧? 这倒不会,空间船只能在空间通道之中使用,到了外面便是毫无作用,只要保持直线飞行, 一般说来不会出事,当然,事无绝对,不管哪里都是有着危险的存在,更何况在这虚无空间之中赶路。 空间之中同样隐藏着诸多危险,不过一般预见的几率颇低,我做过这么几次,还未曾预见过。 欣兰解释道,文言,硝烟心中也是轻松了一口气,盘腿在船头坐好,偏头对着紫妍等人笑道, 既然如此,那大家便坐好了,现在启程了。 话音落下,硝烟手掌一挥,一股雄和斗气便是涌出,最后钻进那能量数点之内。 旋即,整个船身都是轻微地颤抖了起来,最后一股推力自船尾处抱涌而出, 嗖的一声,空间船便是化为一道银芒,溃入闪电的滑阔空间, 对着那虚无的黑暗之中抱射而去。 在空间通道之中,空间船的速度极为恐怖, 几乎用披星赶月来形容也不为过。 硝烟几人坐在船上,便是只能见到两旁那银色的空间臂障, 嗖嗖的直往后退,那种速度看得人眼花缭乱。 寂静而黑暗的空间通道内, 一道银芒悄无声息地闪躲而过, 一瞬间之后便消失在了黑暗的尽头, 那般模样就犹如空间之中的孤独旅行者。 所谓的空间虫洞便是将两个地方的空间点连接在一起, 然后让它们之间的距离变得极短起来。 按照新兰所说, 以它们的速度, 大概二十天左右的时间便是能够抵达中洲。 但若真是在现实中赶路的话, 想要在天涯城到达中洲, 怕至少也是需要半年时间。 赶路之中, 经历过先前的些许新鲜之后, 便是再度枯燥了起来。 甚至于紫园在抢着玩了几个小时之后, 便是忍受不了这种感觉, 将之抛给硝烟, 然后钻进存仓之内, 呼呼大睡了起来。 而在这充满未知危险的空间通道之中的赶路, 硝烟也不敢随意地进入修炼状态。 反正以它如今的实力, 支撑空间船的这点消耗绰绰有余。 因此, 在这段时间的赶路中, 它几乎没有修炼过一次, 消耗的斗气偶尔失一枚担药, 便是能够缓缓恢复。 空间通道之内的速度, 虽然比外界要更快, 但这种枯燥也是更加浓郁。 前篇一律的深邃黑暗, 看得久了, 即便是它消炎, 恐怕也会是有些小郁闷了。 而在这种枯燥之中, 时间也是悄然而过。 但颜色的空间通道之中, 一道阎芒闪躲而过。 在其上, 一名黑暴青年正几乎是机械般的抬手, 将一股斗气挥出。 换我来吧。 轻柔的声音突然地在消炎身后响起, 它一正, 头望着出现在身后的小仪仙, 笑了笑, 问道。 我们进入这空间虫洞多少天了? 十六天了, 再有几天时间, 应该便是要到达目的地了。 小仪仙微笑道, 然后缓步上前, 在消炎身旁盘膝而坐, 屈指一弹, 一股斗气脾炼便是呼啸而出, 旋即盘旋在那能量灌注点处。 见状消炎也是一笑, 手掌收回袖中, 眼中夺过一抹疲惫。 经过这段时间的赶路, 虽然未令得他消耗太多的斗气, 但精神上却是格外的劳累。 深深地吐了一口气, 消炎身体缓缓躺下, 手臂枕着后脑勺, 目光直直地望着上方那无尽的黑暗。 片刻后微微偏头, 望着身旁那道素衣下包裹的漫渺胶区, 笑道, 如今控制恶难毒体的东西都已经齐备, 不过因为那六阶天毒蝎龙兽的磨合的缘故, 恐怕还难以达到完美的效果。 至于事后是否会有后遗症, 我也不太清楚。 所以我建议为了保险起见, 还是要尽量按照那毒丹之法要求, 将七阶天毒蝎龙兽的磨合弄到手, 再来对付恶难毒体。 至于那六阶磨合嘛, 不到最后的时刻还是不要动用得好。 嗯, 你决定便好。 小医仙轻点了点雪白下巴, 微笑着说道, 虽说其实力比硝烟强上不少, 但这些事似乎做主的一直都是硝烟, 而对于这种感觉, 她也并不排斥。 唉, 我这朋友啊, 还真是尽职尽责呀。 硝烟仰天叹息了一声, 声音之中有着些许细虐。 听得硝烟的话语, 小医仙也是奄然一笑, 旋即眼波微微流转, 盯着硝烟第一声道, 只是朋友吗? 小医仙的话也是令得硝烟愣了愣, 目光与全者对视了一眼, 然后便是不自觉地游离了开去。 一时间船头的气氛变得有些 古怪了起来。 这种古怪的气氛并未持续多久, 便是在船身突然间剧烈的颤抖之下打破了去。 小医仙与硝烟皆是已经急忙抬头, 却是脸色凝重的发现, 前方不远处的空间通道两侧, 那种由空间之力凝聚而成的通道两臂, 居然淡化了许多, 甚至一眼看去都是能够看见通道之外的那种虚无黑暗。 怎么回事? 惊呼声从船舱中响起, 旋即子言与新兰皆是紧忙地跑了出来, 目光一扫, 便是见到了那些弹内化了许多的空间壁。 这里的空间壁未曾修复完全, 外来的力量打破了通道之中的平衡, 小心一些。 新兰沉生道, 不会出什么事吧? 硝烟微皱着眉头道。 这, 不一定, 空间壁若是变得虚化, 很容易引起空间风暴, 若是被风暴扯进虚无空间的话, 除非是斗尊强者, 否则很难逃生。 现在, 我们只能祈祷不要遇见那该死的东西, 按照我们现在的速度, 应该很快就要到达中州了。 新兰迟疑了一下, 苦笑道, 文言消炎眉头也是皱得更紧, 偏头对着小一仙道, 放慢一些速度, 小心那从空间壁仗之外传来的吸扯力。 小一仙脸色也是一片凝重, 磅礴的豆气自气体内涌出, 宣记将整个船身包裹而进, 然后飞速地对着空间通道之外闪躲而去。 在接下来的两天时间中, 硝烟等人皆是在心惊胆战中度过, 因为后面的那些空间壁已经是越来越虚化, 甚至有着一些地方, 都是直接出现了漆黑的虚无空间。 从那之内传出的吸力, 若非是小一仙使用豆气稳定着船身的话, 恐怕当时就被吸了出去。 不过即便如此, 路途上也是极为的惊心动魄。 好在虽然惊险, 但那所谓的空间风暴, 尚还并未出现。 而鉴于此, 硝烟等人也是缓缓地松了一口气。 然而, 就当他们以为此次即将顺利之时, 在那最后一天, 一道从空间壁之中突然响起的清脆爆裂, 以及一股异样的风啸之声时, 几人的脸色都是变得异常难看了起来。 第945章 通道惊魂 出现在硝烟等人面前的, 是一个由淡银色的空间之力所形成的风暴。 风暴不算特别大, 但却刚好将通道尽数毒死。 从银色风暴之内所传出的汹涌犀利, 令得硝烟所在的空间船不断地颤抖着, 有着一种摇摇欲坠般的感觉。 空间风暴 望着那在通道之内肆虐的银色风暴, 新蓝脸色都是变得苍白了许多, 嘴中喃喃自语道, 没想到这最倒霉的事情终于是出现了。 这就是空间风暴吗? 果然挺恐怖的。 如此雄厚的空间之力既为是斗踪强者, 也是难以施展而出。 硝烟木工死死地盯着那犹如一条巨蟒般的银色风暴, 缓缓地说道, 现在怎么办? 小医仙柳眉微皱问道, 只能强行从中冲出去了, 按照我的猜测, 我们距离出口应该不远了, 只要能够到达出口处, 便能够脱离这空间风暴。 新兰强行压制住心中的那一丝恐惧, 说道, 瘟眼硝烟眉头微微一皱, 望着那正在逐渐朝他们靠拢而来的空间风暴, 片刻后只得叹息了一声, 沉声道, 小医仙准备冲, 你来护住船身, 我来控制速度。 小医仙点了点头, 也不多说, 郊区向后轻轻一飘, 磅礴斗气, 铺天盖地地抱涌而出, 宣记居然化为一条足有十几张庞大的灰紫色能量巨蟒, 巨蟒将船身尽数包裹, 宣记仰天一生思鸣。 走, 紫言, 新兰, 你们抓紧了。 一道尘鹤自硝烟嘴中传出, 宣记居袖袍一挥, 一股浑厚的道气便是灌注进入空间船之内, 然后化为一股凶猛推力, 令得空间船犹如那离权的剑枝一般, 嗖的一声便是闪躲而出。 再将速度开启到最大化之后, 空间船几乎已经化为一条淡淡的银色线条, 一闪之下便是跨过千米的距离, 最后一头撞进那肆虐的银色风暴之中。 空间船刚刚闯进风暴之内, 船体便是剧烈地颤抖了起来, 鸽之的声音不断地传出, 那般模样就像是在滔天海浪之中行驶的孤昭一般, 面临着即将破碎的凄惨境地。 感受着从空间风暴之中传来的恐怖撕扯力, 硝烟脸色也是越加阴沉。 还好小一仙实力强横, 若是换作别人的话, 恐怕还真的难以抵御这种空间撕扯。 不过即便如此, 小一仙定然也支持不了多久, 所以必须尽快地冲出这该死的地方。 心中闪过这道念头, 硝烟也是狠狠一咬牙, 又是一股旁波斗气射出, 而空间船的速度也是逐渐地被提升到了极限, 一丝丝带颜色的空间之力, 在其表面犹如电光一般的闪烁不定。 巨大的空间风暴之中, 空间船那渺小的身体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而即便是硝烟将其速度施展到极致, 但周围的空间撕扯力不仅未曾减弱, 反而变得越来越恐怖了起来。 到得最后, 那包裹着空间船的灰紫色的能量巨蟒, 身体居然也是开始出现了虚化。 显然, 面对着如此狂暴的空间稀扯, 即便是小一心, 也是难以彻底抵御。 紫言, 帮他! 感受到船体越来越剧烈地颠簸, 硝烟眼神也是一宁, 沉生喝倒。 听得硝烟喝声, 紫言也是没有丝毫废话, 小手迅速地结出, 令人眼花缭乱的印结, 掀起一股股奇异的紫色精芒, 从其体内抱涌而出。 而随着这股精芒的涌动, 紫言那娇小的身躯, 突然迅速地增高了起来, 那一头紫发, 也是如野草一般的嗖嗖暴涨, 仅仅一个瞬间, 便是化为一头如紫色瀑布般的长发, 披散至挺翘胶臀。 在这般危险时刻, 紫言直接是使用秘诀, 将自己的实力提升到巅峰状态。 而随着紫言再度变成那身材火辣的紫发大美儿, 那从其体内弥漫而出的气势, 也是水涨船高。 到到最后, 几乎隐隐间有种超越硝烟的势头。 一道清碎鹤声自嘴言嘴中传出, 璀璨的紫盲直接是从提天灵盖暴湿而出, 最后隐隐间凝聚成一头体型颇为庞大的神奇兽魂。 由于紫光太过璀璨的缘故, 那兽魂的模样也是难以变清。 这头紫色兽魂刚刚一出现, 便是仰天发出一道惊天动地的咆哮之声。 那声音化为淡紫色的音波, 怜民不断地对着四面扩散而去, 将那空间风暴之中的撕扯力跌育而去。 有了紫言相助, 小一仙顿时压力骤减, 翘连紧绷, 分出心神迅速地修复着 那被空间撕扯力扯得破碎的能量巨蟒。 感受着逐渐平稳了一些的船体, 硝炎脸色略缓, 但心中却是没有丝毫地放松。 他知道风暴的吸扯力会越来越恐怖, 现在还只是开始而已。 平稳也正如硝炎所料, 并未持续得太久时间, 那更加剧烈的颠簸便是再度袭来, 狂暴的空间之力宛如一条条世人的毒蛇一般, 从风暴之中抱拥而出。 轩迹对着那包裹船身的能量巨蟒狠狠地撕咬而去。 而在那股雄厚的力量推射下, 空间船之内发出的咯吱声音越来越剧烈。 硝炎脸庞近视凝重, 片刻后喉咙间猛地传出一道低喉, 双掌直接印在船头的能量灌注点处, 一波波斗气如潮水一般地顺着手臂抱拥而出。 赞硝炎拼命地维持着速度, 宁得船身不被那风暴之力扯入虚无空间时, 紫炎身体之外的紫光也是越来越浓郁。 道德后来, 脚尖几乎是离地半寸, 一圈宛如金层般的紫色光芒, 徐徐地从其掌心扩散而出, 最后萦绕在船体之外。 随着这气息的紫色光芒出现, 顿时出现了奇异的一幕, 只见得那些射来的众多狂暴空间之力, 居然直接硬生生地被金芒弹射而回, 然后与后续的空间之力碰撞在一起, 噼里啪啦地发出一阵爆炸声响, 令得虚无的空间扭曲不堪了起来。 紫色精芒效果极大, 但似乎对紫盐的消耗也是极大, 因此, 精芒在持续了短短几分钟时间后, 便是宣告破碎, 而紫盐喉咙间也传出一道滴滴的门横, 一丝鲜血顺着嘴角一流而下, 宝石般的眸子也是变得暗淡了许多。 萧炎大哥, 出口快到了。 就在众人咬牙坚持间, 新兰那惊喜的声音却是犹如一记强心记忆般地响起, 萧炎一抬头果然是见到遥远的黑暗处, 突然出现了一道银色的光圈, 那里便是空间虫洞的出口。 看见出口还不带萧炎等人惊喜出声, 一股异常恐怖的空间之力便是狠狠地撞击在船身之上, 那股力道之庞大, 若非是小一仙接力维持, 恐怕当场就得破碎而去。 抽出一丝空气, 萧炎目光向后风瞟了一眼, 寻起眼瞳便是忍不住地紧缩了起来。 只见得那空间风暴, 在这一刻突然变得异常狂暴了起来, 在那风暴之内恐怖的吸力铺天盖地的暴涌而出。 在这股犀利之下, 空间船的速度居然是迅速地变缓了下来。 感受着空间船的速度变慢, 萧炎眼睛也是变得红了起来。 若是再被拖进风暴之中, 他们这一行人恐怕就真的在意, 难有再有逃生之日了。 低吼声自萧炎喉咙间传出, 一道道清津宛如蚯蚓一般地在其脸帮上争鸣地出现。 碧绿的窦气宛如火焰般, 疯狂地灌入进入船体之内, 令得空间船的速度加快了一丝。 空间船速度刚刚加快, 大风暴之中所传出的吸力也是暴涨了许多, 一时间盯着居然直接地僵持了下来。 而在这半江船间那巨大的空间风暴, 也是在缓缓地对着萧炎等人所在的风位移动而来。 速度已经是极限了, 这样下去迟早被拖回去。 萧炎双眼赤红猛地回头对着紫炎喝道, 你来灌注斗气, 加快速度。 被萧炎这般模样吓了一跳, 紫炎也不敢多问, 迅速夺来, 旋即双手贴在旗上, 体内能量迅速涌出。 有了紫炎接替, 萧炎肩膀一颤, 巨大的鼓翼便舒展而开。 旋即鼓翼一动, 他居然是在新兰那惊骇的目光中直接飞出了空间船, 然后落在船尾的位置。 袖袍一挥, 一股可怕的进风自其袖袍中抱涌而出, 最后击打在船体之上, 将空间船直接声声地推了出去。 推出空间船的那一刻, 一股反推力也是令得萧炎身体出现一刹那的停滞, 不过好在其反应够快, 脚掌之上璀璨的雷光闪烁而起, 在一阵低沉的雷鸣声中, 故意疯狂生动, 将那从后方传来的犀利抵右而下, 而其身形也是追向空间船。 后方自空间风暴之中传来的犀利越来越恐怖, 以子言一个人之力, 明显难以将速度维持, 而小一仙又是必须保护船体, 因此那被推出的空间船居然是又有了后仪的迹象。 混蛋! 萧炎脸庞胀红, 轻轻不断地跳动着, 背后鼓翼一阵, 再度地出现在空间船尾部, 一声怒吼, 双臂推着船身疯狂地射出一段距离, 然后狠狠移送, 只见得那空间船便是化为一道银芒, 一闪而出, 下个瞬间便是出现在了那通道的尽头, 最后直接闪躲而出, 最后消失在银芒之中。 望着空间船顺利出却, 萧炎心中也是大松了一口气, 微微偏头, 望着那越来越近的空间风暴, 不由得头皮一阵发麻, 拼了命地煽动着古意, 三千雷洞也是在此刻施展到了极致, 一道道残影不断地浮现, 玄机又是在下一个眨眼间, 被后风传来的恐怖犀利扯成虚无。 在这般疯狂的逃窜间半晌后, 萧炎终于是接近了那通道的出口, 而就在其即将一头冲出时, 皮肤猛然地反其阵凉意, 玄机几乎是条件反射一般的, 身体突然下扑。 一道足有丈许庞大的银色空间之力宛如银射一般, 从其头顶暴涌而出, 最后轰击在了那出口之上, 顿时银芒暴涌。 而在那银芒暴涌间, 萧炎突然感觉到背后成倍增长的犀利, 当下心头一阵惊骇, 鼓翼一动, 拼尽全力, 化为一道银色光彩, 最后狠狠地一头撞进了那闪烁着银芒的通道出口之内。 萧炎的身形刚刚接触到银芒通道, 便是突然消失, 而随着它的消失, 这片空间再度变得没有升级起来, 唯有那巨大的空间风暴, 还疯狂肆虐, 久久不散。 这里是一片聪裕的辽阔平原, 在平原的中部位置有着一片碎石广场, 广场中心处的地面上挥满着众多的玄妙符印, 这些符印皆是散发着淡淡银芒, 隐隐间透着一丝空间波动。 广场颇为寂静, 某一刹那, 突然间一阵狂风贫困而起, 宣记那广场中心处, 一个银色光圈浮现而出, 一条船营闪躲而出, 宣记迅速变响, 最后从中落出三道狼狈的身影。 随着三人的落下, 那银色光圈也是徐徐消散。 萧妍呢? 她怎么没有出来? 落下身来, 小一仙望着那熟悉的身影未曾出现, 心头猛的一冷, 急忙问道, 紫妍此刻又是变回了小女孩的模样, 但她此刻的脸色却是苍白得很厉害, 宝石般的毛子望着银色光圈消散的地方, 隐眼间有着雾躯凝聚着。 新兰也同样是为此惊骇了一下, 不过当其目光见到地面上, 那些闪烁的银色符纹之后, 方才略为松了一口气, 说道, 不用担心, 小岩大哥已经顺利从空间通道中出来了。 那她人呢? 小一仙与紫妍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喝到。 她人的确是出来了, 但似乎在最后关头, 空间通道的位置被改变了, 所以说, 现在的她应该是随机被传送到中州的某个地方去了, 至于她在什么地方, 我, 我也不知道。 新兰所说的话直接是令的两个人身体缓缓地僵硬了下来。 第946章 寒冲 这里是一片赤黄大漠, 狂蜂带着沙粒在大漠之中席卷而出, 那股呜呜的风啸之声隐隐间透着丝丝阴冷。 在这种有些荒凉之所放眼望去, 几乎是难寻人影, 有的只是那无尽的风沙以及风啸之声。 狂风吹过大漠之中的一片淡黄野草, 野草弯下身子, 眼眼间在那草丛中却是露出了一道漆黑的人影。 人影衣衫颇为破烂, 满身鲜血, 鼻尖呼吸极为微弱。 若飞其胸腾还有着点点起伏的话, 恐怕谁都会以为这是一具被抛在大漠之中的尸体。 这具满身鲜血的尸体在沉浸了许久后, 突然细微地颤了颤, 旋即那紧闭的眼眸缓缓地睁开了一丝。 听得其耳旁响彻的风啸之声, 嘴角不由得拉起一抹苦笑。 这该死的空间虫洞, 究竟是把它传到了什么鬼地方? 这具疑似尸体的人影, 正是那从空间虫洞之中逃出的硝烟。 当时它在窜进光圈之时, 却是并未立刻出现在地面上, 而是在经过银圈之内, 变得异常狂暴的空间之力, 狠狠地虐待了一番之后, 方才犹如吐垃圾一般地将其吐在了这个地方。 由于身体被那空间之力狠狠地摧残了一通, 导致此刻的硝烟体内伤势颇为的严重, 甚至于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是未曾具备。 而自从它被吐出来到现在, 也将近一天时间了。 这一天时间, 它就犹如尸体一般地躺在这里, 缓缓地吸收起了天地能量, 然后小心地滋润着大为破败的身体。 手指艰难地动了动那戒, 一枚丹药闪现而出, 宣戒在硝烟颤颤巍巍的动作中, 浑浑地将之放在嘴中。 做完这些简单的工作, 硝烟体内顿时传出阵阵的脚痛, 令得其额头之上也是浮现些许冷汗。 若非此次体内有着一火保护的话, 恐怕在那狂暴的空间之力下, 其身体都是会被撕裂成碎片。 不过即便如此, 它依旧是倒霉地进入了重伤状态。 只要稍稍恢复一些斗气, 我便是能够自己修复伤势, 然后动手炼制丹药, 应该便是能够逐渐令得伤势痊愈。 希望不会在最倒霉的此刻 遇见什么流浪的魔兽吧? 连斗宗强者都是奈何我不得, 若是最后成为了魔兽嘴中的食物, 哪个真是让人难以接受啊。 心中缓缓地喃喃了一句, 硝烟感受着那在体内化开的温热药力, 一股倦意再度涌上其脑袋, 让得他眼眸又是逐渐地闭了开去。 而在其闭幕的同时, 似乎隐约间听见了一些嘈杂声音, 以及惊呼声。 硝烟的再次苏醒是在一阵剧烈的颠簸之中, 这种颠簸令得机体内骨头有如散架了一般, 疼痛感直接将其脑袋中盘旋的渐语趋入而去, 然后挣扎着缓缓睁开了双眼。 入眼处是一个大大的顶棚, 硝烟手指轻轻摸索了一下身体所靠的地方, 目光扫动, 循迹明白了他所处的地方, 这里应该是一辆马车之上。 这么说来, 他应该是被路人从草丛中发现了吧? 目光在自己身上也是扫了扫, 发现身体上的血迹都是被擦拭而去, 连那破碎的黑袍都是被人换走, 现在他的身上只套着一件颇为粗糙的麻布衣衫。 望着身上的装束, 硝烟再愣了一会儿后, 猛地想起了什么, 急忙摸了摸右手, 在发现几枚戒指都是上还在时, 方才重重地松了一口气。 在硝烟松起间, 车帘被突然掀了开来, 刺眼的阳光倾洒而尽, 旋即一个体型颇有些壮硕的中年男子, 出现在硝烟目光中。 后者见到他缩醒, 也是咧嘴一笑, 颇有点憨直的味道。 小兄弟, 你醒了? 硝烟目光在中年男子身上扫了扫, 虽然如今因为重伤, 而体内斗气大为缺空, 但那灵魂力量却依旧是雄厚, 当下一眼便是看出此人的实力, 斗灵巅峰, 距离斗王那一步, 只有这短短一步之遥。 我们车队在北荒漠, 一个草丛中发现了你, 看见了你的伤势, 原本以为你熬不过来了, 没想到你居然还能苏醒。 中年男子冲着硝烟笑了笑, 说道, 我呀叫做韩冲, 是北天城韩家的一名执事, 这次正好有着任务, 要从北荒漠路过, 然后就发现了你, 说起来倒是你好运, 大漠经常有着狼出没, 若是被他们发现了你, 恐怕你早就剩下一堆白骨了。 多谢韩冲大哥相救了, 在下硝烟。 文言硝烟也是颇为感激地说道, 所以说只要他继续躺一两天, 便是能够逐渐恢复一点斗气, 然后便是能够召唤低妖魁, 保护自己。 不过谁也不能肯定, 这一两天之内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说这韩冲还真是对他有着一些救命之恩。 没事, 出门在外能帮就帮, 总没坏事。 韩冲笑道, 目光在萧妍身上看了看, 说道, 而且我所能做的也就只有这些了, 至于你的伤势, 我也是毫无办法。 若是到了天北城, 则还能去药方请一名燃药师出手, 医治一下, 不过就是需要不菲的金币。 寻常人还真是请不起, 那些燃药师的架子实在是太大, 但又没人敢得罪。 面对着那些家伙, 就算是我和安家家主, 也是要客气一些。 萧妍一笑, 她的伤势倒是不要紧, 虽然严重, 但对于经常受这种伤的萧妍来说, 几乎是家常便饭, 只要给她一点时间, 伤势痊愈并算不得什么问题。 对了, 韩冲大哥, 请问一下, 这里是中轴吗? 萧妍迟疑了一下, 突然问道, 她可不想费尽心机通过空间通道, 结果却把她胡乱丢在大陆某一个地方去了。 嗯, 这里是中州北域。 韩冲点了点头, 寻技有些诧异地道, 萧妍小兄弟不是中州的人? 萧妍苦笑了一声, 倒并未隐瞒, 将空间虫洞的事情简略地说了一遍。 哦, 原来是遇见了空间风暴, 难怪伤势会如此重。 不过, 这也算好运了, 在空间虫洞遇见空间风暴, 几乎很少人又能够逃生的。 我们韩家当年就有一次, 一个护卫队穿过空间虫洞时, 被风暴全部吞了。 文言, 韩冲方才恍然, 旋即惊叹地砸了砸嘴, 叹道, 中州北域? 不知道丹塔是在哪个区域? 萧妍沉默了一下, 再度问道。 丹塔嘛, 自然是在中州中心区域, 中州上的人都知道, 不过北域那里的距离可是有些遥远, 即便是乘坐空间虫洞, 期间也是要转好多次呢。 韩冲说道, 萧妍微微点了点头, 小一仙等人不知道在何处, 不过应该不会出事, 按照他的猜测, 在他进入人圈之时, 那空间之力会变得如此狂暴, 多半是因为先前那一道空间之力的缘故, 而小一仙三人在那之前便是顺利地出去了。 萧妍兄弟, 你刚苏醒, 便在车上多待待吧, 我们距天北城还有着不短的距离, 这之间若是有什么需要的, 就叫老哥我。 韩冲冲着沉默的萧妍, 以为他是伤势的缘故, 也就不多打扰, 冲着他笑了笑, 便是转身掀开车帘走了出去。 在他掀开车帘时, 萧妍能够看见周围有着不少车辆, 显然这是一个车队。 随着韩冲的离去, 车内便是再度变得安静了下来, 萧妍靠着车臂, 脑中念头闪烁着。 如今因为意外, 跟小一仙他们分了开去, 围巾之计最重要的便是先将伤势治疗痊愈, 不然的话, 行走在这片强者如云的地狱, 恐怕没有多少安全感。 距离丹塔的丹会还有很长一段时间, 若是伤势痊愈了, 或许可以在中周之上走走, 在打听这魂殿的消息时, 也能寻找一下老师的那位生死至交, 封尊者。 当然, 或许也要趁空去那焚烟谷试试, 能否将天火三玄变的最后两遍弄到手, 那对我会有着不小的作用。 萧妍低声喃喃自语了一声, 玄机眼中悄然明亮了许多。 另外, 还要打听一下薰儿背后的那神秘一族的消息了, 现在的我已经快要达到薰儿当初所说的要求。 心中念头飞速转动, 片刻后, 萧妍也是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揉了揉额头, 感受着体内那股虚无之感, 不由得狠狠咬牙, 强行将自己那有些不听使唤的双腿摆成盘膝而坐的姿态, 双手截出修炼印节, 栩栩闭目。 不管如何, 恢复实力方才是最为重要的事情, 特别是在这种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第947章 韩家 韩雪 萧妍在那马车之上, 享受了一天极为痛苦的颠簸之后, 终于是令得那空荡荡的体内, 再度出现了一缕斗气。 虽然这丝斗气依旧是很微薄, 但至少能够支撑它, 所以地取出那界之内的东西。 另外, 在这一天的小心调养中, 萧妍的生势虽说还是没有太大的进展, 可毕竟能够下车走路, 不用如同尸体一般地躺在车上。 从车上站起身来, 萧妍轻轻地扭了扭手臂, 隐隐间传来细微的疼痛之感, 令得她一声苦笑。 此刻的她, 几乎是她这么多年之中最为虚弱的时候。 当然, 肉体虽然虚弱, 可若是真想要对其心怀不轨的话, 恐怕也难以逃到什么好果子吃。 不提那藏在那界之中的地妖魁, 即便是消炎自解, 并也并非如同表面上这般不堪一击。 毕竟她在身为一名斗物者的同时, 也是一名品阶不敌的炼咬师, 其灵魂力量, 即便是与一些斗宗强者相比, 也是丝毫不逊色。 虽然不敢说光宫使用灵魂力量, 便是能够与斗宗强者抗衡, 但至少若真是要施然起来, 寻常的斗狂强者也不见得能在此刻的消炎手中捡到什么便宜。 有了这些底牌, 消炎心中底界倒也是略微足了一些, 揉了揉脸旁, 然后掀开了车帘。 车帘掀开引入眼帘的, 便是一辆辆被不匹遮掩的车辆。 在车辆前方, 皆是有着一头通体幽黑, 类似野牛, 但头上双脚格外尖锐的魔兽, 驼浮前行。 在车辆的两旁有着众多骑马的人影, 这些人大多都是赤裸着胳膊, 仅仅伸着一线粗糙皮衣, 看上去都是透着些许彪悍的感觉。 在他们背后, 犯着寒芒的武器在阳光的绕耀下, 闪烁着些许刺人的光泽。 哟, 你小子居然还真的活了下来, 哈哈哈哈, 曾牛, 你他妈这次总算是输给老子了吧。 在硝烟掀开车帘之时, 那车辆两旁的众多目光也是射了过来, 当下皆是一愣, 旋即一道大气的狂小声, 从不远处的一名大汉嘴中传了出来。 这名大汉体型也颇有些壮硕, 赤裸的胳膊上布满着各种各样的伤痕, 在其身后, 一柄鬼头大刀奋着些许寒意, 其上还沾染着点点阴红。 妈的, 真是见鬼了, 这么重的伤都能活下来, 这小子真是命大。 在这名大汉大笑声落下之后, 一名面容干瘦的男子顿时无奈地摇了摇头, 然后瞪了前者一眼, 没好气得到, 好个屁呀, 一点小钱老子不在乎, 不过赢了这点钱呢, 你还不够我在花房里玩一次呢。 呸, 你管老子。 那名大汉骂了一声, 然后驾着马匹上前, 来到硝烟面前, 目光在后者身上扫了扫, 笑道。 小子, 我叫鬼头, 别人哪都叫我老鬼。 在那北荒漠可是我最新发信你的, 不过你也不用谢了, 刚才赢的那些钱呢, 就是谢礼了。 哈哈哈哈。 多谢鬼头大哥了, 在下硝烟。 硝烟一笑靠着车尾坐下, 这些年他所遇见的人, 大多都是一些老成精的老家伙, 实力高得恐怖, 类似这种层次, 倒是许久未曾接触了, 这令他回想起当年在乌坦城, 他帮助父亲管理仿事的时候, 那些佣兵, 也是跟面前的这些人一般, 粗鲁, 豪放。 以硝烟的灵魂力量, 自然是能够看出, 这里的这些大汉, 高的也是在斗灵左右, 最低的, 还只是一些大斗士而已, 而面前的鬼头, 也只是在二星斗灵左右。 呵呵呵呵, 冲你这声大哥, 这一路我也会护着你, 不过硝烟小子, 你这身板不行啊, 日后多练练, 在中轴, 没点实力到哪里都会被人看不起的。 硝烟的一声打歌, 似乎令得这鬼头很是高兴, 然后看了一眼硝烟的身子, 皱眉道, 话语中, 很是有着指点后背的味道, 这倒是令得硝烟有些玩耳。 鬼头, 少在这里胡乱击歪, 乱娇人。 在鬼头声音落下之后不久, 一道马蹄声从后方传来, 旋即寒冲的笑马声响了起来, 我又说的没错。 见到寒冲, 鬼头也是干笑了一声, 说道, 寒冲也不理会这家伙, 目光转向硝烟, 望着他好了许多的脸色, 不由得惊诧得到。 行啊, 硝烟小兄弟, 这么重的伤, 这两天时间就能走路了。 硝烟笑了笑, 随便找了个借口笑道, 我命硬吧。 寒冲为人豪爽憨厚, 也不在这种事情上过多纠缠, 看了一下天色, 大声道, 天色快暗下来了, 小姐说了准备扎营。 鬼头, 你带几个人在附近, 看看有没有好的地点。 冷牙, 你带一些人在周围捕哨。 刚贝, 你带几个人。 显然寒冲在这个车队中地位不低, 一道道命令, 从其嘴中传出, 也没有人出声反对, 皆是怪笑一声领命后, 带着人马, 策马散去。 在将命令揭示发出之后, 寒冲也是松了一口气, 冲着萧炎笑道。 怎么样, 能走路吗? 萧炎点了点头, 从车上跃下, 脚步虽然有些踉跛, 但依旧是稳定了下来。 而健壮, 寒冲也是苦笑了一声, 说道。 看来你还是需要休息一段时间呢, 受了这么重的伤, 想要痊愈恐怕也是极难了, 就怕留下什么后遗症, 那以后的修炼可真就是麻烦了。 听得寒冲话语中的担心, 萧炎笑了笑, 示意他不用担心。 见到萧炎如此豁达, 寒冲也就不多说什么, 暗叹了一声, 必是转身准备招呼人扎营的事。 这只车队的效率, 倒的确是颇为不错, 短短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 一处小山丘上, 便是出现了众多白色的帐篷。 在那白色帐篷之外, 还有着栅栏围着, 栅栏外被撒下了一些驱赶毒虫的药粉。 萧炎因为身体虚弱的缘故, 因此倒并未干什么活, 在营中随便找了个地方, 然后便是坐了下来, 目光缓缓地扫过周围。 这支车队按照韩风所说, 应该是属于那种什么天北城寒家的家属卫队, 看哪些车辆上的货物, 他们应该是在护送吧。 这支车队护卫的实力, 大致都是在窦灵级别, 其中有着好几位, 处于窦灵巅峰的层次, 与寒风相差不多。 当然, 那最强的气息, 自然不会被萧炎所遗漏。 想到此处, 萧炎的目光几乎是不由自主的, 便是投向了众多车队之中的一辆马车。 那架马车与其他的相比, 明显是要豪华许多。 隐隐间还有着淡淡的幽香传出, 明显是女子所称。 而最令的萧炎关注的是这车辆之内, 有着一味达到了三星斗王级别的气息, 而此人方才是车队内最强者。 在萧炎的关注间, 那紧闭的马车突然间缓缓打开, 旋即一条修长圆润的玉腿, 便出现在了萧炎的目光之中。 微微一正, 萧炎视线缓缓上移, 显然眼中闪过一抹差异, 没想到这位三星斗王气息的主人, 居然如此年轻于美貌。 女子柳如眉, 肌肤如雪, 身材高挑, 身着紫衫, 而在那紫衫的包裹下, 凹凸有质的身材显得格外的丰满。 只不过唯一不足的, 便是脸颊上略带着丝丝的冷漠, 美目固盘间倒是有着一种严厉之感。 不过不知为何, 萧炎突然隐隐间感觉到此女的脸颊, 似乎有着一点熟悉, 但她又是能够绝对地肯定, 她是第一次看见她。 此女一出现, 周围众多的目光, 便是不出意外地立刻集中在了她的身上。 这些目光中有着些许正常的火热, 更多的却是一股敬畏。 此女行下马车, 美目浑浑地在营地中扫过, 而凡是被其看见的人, 都是赶忙做出一副认真工作的模样。 这一幕倒是看得萧炎有些忍俊不禁。 而在其好笑间, 女子的目光突然停留在她的身上, 柳眉微微一蹴, 旋即缓步而来。 片刻后, 哪双膝无常圆圆的玉腿出现在萧炎的面前, 一道有些冰冷味道的声音也是传了出来。 你就是韩芝士在路上所救的人吧? 萧炎点了点头, 出于礼貌, 想要站起身来, 但体内那股虚弱的感觉, 却是令得她苦笑了一声, 身体摇晃了一下, 又是坐了下去。 见到萧炎如此盈弱, 女子柳眉皱得更紧, 淡淡地说道, 在我韩家的车队内有着规矩, 车队不养游手好闲, 无所失事之人, 这次看在你身上有伤的缘故, 我便不多说了, 不过下一次, 希望你即便是有着放炸篮的力气, 也不要坐着不干活, 懂吗? 如此严厉而认真的女人, 几乎是萧炎这么多年首次所见, 当下也是有些哭笑不得, 什么时候她居然变成了游手好闲的人了, 不过心中如此想着, 但亲面上也是点了点头。 见到萧炎点头, 女子脸色也是缓了下来, 随手抛给她一握, 说道, 我叫韩雪, 现在是车队的管理者, 以后有事可以找我, 若是你此行表现好的话, 等到了天北城, 我或许能让你加入韩家卫队, 虽然不是大富大贵, 但至少能活下去, 这是一点疗伤药, 对你的伤应该有这些作用, 另外, 明天要经过腰蛇下马的领敌, 到时候你小心点, 躲在车里不要出来。 说完, 韩雪便是静止, 从萧炎身旁走过, 然后醒入一处帐篷之中, 结果被韩雪抛来的玉瓶, 萧炎笑了笑, 这女人虽然严厉, 并且看上去有些冷漠, 但似乎人还是挺不错的, 难怪这里的人都对她颇为尊敬, 不过, 那次熟悉的感觉又是怎么回事? 想到此处, 萧炎眉头不由地皱了起来, 她可不记得自己认识她呀。 夜色逐渐地笼罩大漠, 摇摇天际之上, 月亮如银盘一般地高高悬挂, 将那淡淡的冰凉月滑, 扑天盖地地清晰而下。 荒凉的大漠中少有人烟, 而在一处山丘之上, 却出奇地透着些许火光以及顶沸的人声, 声音传播开来, 将周围的那股寂静的森冷, 都是冲淡了不少。 山丘上的营地中, 有着好几个大火堆在释放着冲天火花, 火花将整个营地都视照得极为通透, 而在这些火堆旁边都是围拢着不少人影, 手中举着酒坛一声大笑, 然后使劲地撞在一起, 咕噜地在周围一片叫好声中一眼而尽。 萧妍也是坐在火堆之旁, 微笑地望着周围这些喝得脸色通红的大汗, 这种气氛他很少感受过。 萧妍兄弟,给! 喝几口,暖下身子, 大漠里天冷! 萧妍在拨弄着火堆时, 一道笑声突然响起, 旋即一个酒袋便是对着他飞了过来, 他手一伸将之准备抓入手中, 然后抬头望着那一身酒气的韩冲, 笑着点了点头。 多谢韩冲大哥了! 说完他也是举起酒袋, 狠狠地灌了两口, 那股火烂烂的感觉立刻从腹中生腾而起, 令得其脸色浮现一抹红云。 萧妍小子挺不错嘛, 还有几分男人气概呀! 见到萧妍一口喝下小半蛋的烈酒, 周围的一些萧家户卫, 也是忍不住地笑着赞了一声。 萧妍冲着众人笑了笑, 刚欲说话, 营地中心处的帐篷却是突然被掀了开来, 萧妍那在月光下显得格外迷人的动人身姿, 便出现在了众人视野之内, 正是那寒雪。 此刻的寒雪似乎是刚刚淋雨过, 因此一头柔顺青丝, 带着些许湿气的披散而开, 看上去倒是令得他更多了一丝女人的妩媚之意, 看得不少年纪比较轻的萧家户卫, 心跳速度猛然加快。 行出帐篷, 寒雪目光随意地撇了一圈, 然后便是在距离萧妍等人不远处的一处火堆旁坐下, 抽出匕首, 从火架上的烤肉上切了一丝下来, 然后浑浑放入那小嘴之中, 那一道细胶蔓延的优雅, 在周围等人那种一咬一口的粗犷氛围下, 显得很是格格不入, 但又不得不说, 此时的寒雪当真是漂亮动人呐。 在寒雪出来后, 寒冲等人声音也是不自觉地压低了一些, 那种带婚的笑话也是赶紧地吞进肚内。 萧妍微偏过头, 望着那张在火光照耀下, 显出一丝女人该有的柔弱寒雪, 也是有些与白天那种严厉与冷漠联系在一起。 怎么, 被小姐迷住了? 在硝烟注视着寒雪时, 一旁的寒冲突然冲上来, 低声取笑道。 文言硝烟一正, 喧气失笑着摇摇头。 别不好意思, 整个护卫队里啊, 只要年纪还在三十以下的, 谁能逃得了小姐的魅力? 不过他们也明白, 这种事啊, 只能放在心中想想而已。 小姐如此年轻, 便是已经达到斗王强者, 天赋之高, 即便是放眼整个寒家, 也是唯有大小姐能够胜过她。 以我们这些护卫的身份与地位, 想那事儿, 无疑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韩冲拍了拍萧颜的肩膀, 探挡。 萧颜微微点了点头, 虽然她不知道韩家实力有多强, 但不管如何, 身为韩家小姐的韩雪, 地位自然是远比他们这些护卫要高。 所以说, 这护卫队中的一些对其心怀爱慕的年轻人, 恐怕到头来只能黯然而归老。 不过呀, 小姐人倒的确是不错呀, 虽说平日严厉, 但对我们这些护卫也是很好的。 若是哪次护卫在任务中受了重伤, 他都会让家族出一笔钱给其家属。 要知道, 在其他的地方, 人一旦失去了作用, 人家就直接叫你抛弃。 没担心你会卸什么密, 而暗中给你给干掉, 你就得自己庆幸了。 韩冲砸了砸嘴, 说道, 硝烟一愣, 没想到这看起来冰冰冷冷的女人, 心中居然会有这般好心肠。 寒雪的食量并不大, 因此没过的一会儿便是站起了身来, 美目在营中扫了扫, 旋即顿在韩冲身上, 淡淡地说道, 晚上守夜的人不要占酒, 其余的人也少喝点, 明天要经过妖蛇下忙的领地, 都留心点。 女爸她也不过多停留, 脸部轻移, 缓缓进入帐篷之内, 然后将其中的灯火吹灭了去。 在寒雪进入帐篷之后, 营地中的气氛也是不如先前的那般放松, 一些人微皱着眉头, 低声狠狠地骂了几句, 由于隔得远, 萧妍听不清楚, 但隐约间听见了什么妖蛇, 想来便是先前寒雪所说的什么妖蛇下忙吧。 哎, 妈的, 倒是将那个又贪婪又荒淫的王八蛋给忘记了。 好了, 都别喝了, 守夜的今晚上加一倍人少, 不要出了什么岔子。 听得寒冲的喝声, 众人也是纷纷丢下手中的酒袋, 然后一言分散而开, 加固着营地的防守以及暗哨。 望着那迅速变得凝重许多的营地, 萧妍也是有些愣然, 片刻后, 方才起身问道, 韩大哥, 那妖蛇下忙是什么? 文言, 韩风苦笑了一声, 说道, 明天我们会经过一处, 名为万蛇峡的地方, 那里是一条妖蛇的领地, 那妖蛇的名字便是叫做下忙。 这家伙实力虽然是刚刚达到斗黄层次, 但即便是一些斗黄巅峰强者, 也不想跟他纠缠, 因为身为蛇妖的他, 能够控制万蛇峡的所有四界以下毒蛇, 因此这么多年, 他一直都是占据着那里, 每一次来往商队都必须向其缴纳不少的过路费, 方才能够顺理通过。 若是不从的话, 哼, 恐怕还真是很难走出万蛇峡。 斗黄级别的蛇妖, 居然灵质如此之高, 还会战身为王的当强盗了? 消炎面色有些古怪的道。 柳杰魔兽大多都是灵质不弱, 而且这下莽还吃过一枚妖化丹, 所以能够脱离蛇形, 而且灵质也比其他的柳杰魔兽要更高。 韩冲说道, 妖化丹, 这丹药居然还能令魔兽化形, 我记得似乎只有化形丹才有这个效果吧? 而且那可是七品丹药啊。 消炎惊愕地道, 妖化丹只是六品丹药而已, 效果也的确与化形丹类似, 但这只是局部变化, 并且效果远远没有化形丹强, 这种丹药在异性魔兽家族中备手追捧。 韩冲解释道, 文言消炎这才略微松了一口气, 也是有些明白了那韩雪与众人的担忧, 毕竟他们这个车队里最强的韩雪方才是斗王级别, 与那下马相比, 无疑要相差了很多。 希望明天那家伙不会狮子大开口吧? 消炎兄弟, 你先回去休息吧, 我还得吩咐一下他们加强防御, 做好准备。 韩冲叹了一声, 玄机拍了拍消炎的肩膀, 便是转身对着营外兴趣。 消炎望着那变得安静许多的帐篷, 只得无奈地摇了摇头, 转身回了自己的帐篷。 在回到帐篷后, 消炎并未入睡, 而是从那结中取出一瓶当初在内院那岩浆世界中修炼所使用的药液, 然后将之涂满身体。 那种冰凉的感觉, 令得其体内的那种刺痛之感大大的减轻了许多。 而且消炎也是能够感觉到, 一丝丝的温润能量正在顺着皮肤缓缓地融入身体之内。 再有几天时间, 体内所受的创伤应该便是能够逐渐改善, 到时候便是能够容纳痘气地进入了。 感受着体内的变化, 消炎脸色也是放松了许多, 再度将那麻布衣衫套在身体上, 然后盘膝而坐, 进入了修炼状态, 小心地吸收着天地能量, 来修补着那受创伤的身体。 第二天, 当营地中响起些许嘈杂声音时, 消炎也是缓缓地睁开了双眸, 卷头微微卧了卧, 感受着体内淡化了许多的疼痛感, 不由得一笑。 或许是因为经常受伤的缘故, 如今对于这种伤势, 他的恢复速度, 连他自己都是感到有些意外。 起身略微整理了一下衣衫, 然后消炎行出帐篷, 望着正忙着收拢佣地的韩冲等人, 冲着他们笑了笑, 然后便是上前帮忙。 对于消炎的帮忙, 知道含血性子的韩冲等人也并未拒绝, 笑着将一些比较轻松的活交给消炎。 将手中的帐篷丢在车辆之上, 消炎刚刚转身, 一股悠香便是从身旁行过。 旋即顿了顿, 一对美目扫过, 淡淡的声音也是响起。 你今天继续待在车里, 不要出来。 话音落下, 他也不给消炎说话的机会, 静止回到自己的车辆, 然后一道动人的冷银便是从中传出。 车队起行 望着那在一阵咯吱声音中再度前行的车队, 消炎嘴角不由得微微先动。 人到底确还真是不错, 看看吧, 若到时候真遇见了什么意外, 那就暗中出手相助一下吧。 第九百四十九章 万蛇侠 荒凉的大漠道路之上风沙不断, 呜呜吱声在天际盘旋, 最后带着一缕风沙飞向远处。 在道路尽头逐渐地出现些许黑点, 半晌后黑点走近, 原来是一支车队。 在车队的周围, 有着将近上百名脸色冷峻的护卫, 严密保护, 一道道警惕的目光不断地在周围扫过, 手掌也是紧紧地握着背后的武器。 这里的大漠已经逐渐地接近了中州北域外部, 因此偶尔间也是能够见到一两道人影。 不过皆是虚疏得很, 一眨眼便是消失不见, 而整条道路便只有车队的马蹄声, 以及偶尔间天空上传来的一道道鹰蹄声。 颠簸的车厢之内, 硝烟背靠着窗户, 目光望向外面, 哪些脸色凝重的萧家护卫。 今天与往天那种轻松的气氛完全不同, 甚至于连以前每天都是在开玩笑的鬼头等几个人, 此刻也是紧闭着嘴, 握着武器的手掌时松时紧, 显露出心中的紧张。 看来那什么妖蛇下马, 在这里凶名不小啊, 居然让人如此紧张。 将众人的表情收入眼中, 萧妍也是低声难难道, 沉吟了一会儿, 萧妍也是摇了摇头, 然后潘西在车内坐下闭目仰神。 车辆的颠簸维持了大于两个小时左右, 终于是猛然间隔然而止, 而在这一刻, 车厢之内的萧妍也是突然睁开了双眼, 目光透着窗户的缝隙, 刚好能够见到车队前方不远处, 一座颇危险峻的山峰拔地而起。 在山峰中央, 有着一道宛如被生生劈出来的裂缝一般, 裂缝宽约十几丈大小, 犹如一个峡谷。 在车辆停止之时, 萧妍的灵魂感知顿时敏热地觉察到, 众人心跳加快了一些, 看来这应该便是那所谓的万蛇侠了。 大家小心, 进入万蛇侠的地狱了, 鬼头准备带人沿途撒蛆蛇粉, 这里的蛇全部都是下芒的眼线, 只要别惊扰它们, 我们应该能顺利通过。 另外, 就算到时候真的被发现了, 没有命令也不要轻易出手, 肥令者足归伺候。 在硝烟沉吟间车辆之外, 突然响起韩冲的严厉鹤声。 韩冲鹤声落下, 带起一片硬鹤之声。 走! 韩冲脸色凝重地点了点头, 旋即手一挥, 沉声道。 在韩冲的吩咐下, 车队再度启动, 然后缓缓地行进那险峻的山脉。 肖炎兄弟, 到时候若真是出了什么状况, 摆脱你一件事, 尽量将小姐带走。 肖炎背靠着车窗, 突然间一道滴滴的声音从外面响起, 他不由得一愣, 偏头一看, 原来是韩冲。 应该没什么事吧, 那向往要钱买路, 到时候给他一些, 不能解决问题吗? 肖炎说道。 若是没有小姐在的话, 恐怕花一些钱应该能过, 但, 唉, 那个杂毛蛇呀, 不仅贪婪, 而且见到漂亮的女人, 就犹如发情的畜生一般, 所以说到时候就怕出什么意外呀。 这里距天北城还有着不短的距离, 即便是韩家, 也难以对其造成什么威慑。 韩冲看了一眼前方那散发着幽香的车厢, 叹了一声, 哭笑道。 文言, 肖炎这才有些恍然, 原来是担心这一出啊, 难怪这一行人呢, 都是如临大敌一般。 韩大哥放心, 大伙不会出事的。 萧炎微微一笑, 说道。 对于萧炎的话, 韩风只当是安慰, 苦笑一声, 有些自嘲。 明知道萧炎如今是一个重伤的人员, 还莫名其妙地来跟他说这些话, 到时候真要是出事了, 恐怕他自己连保命的力量都没有, 还怎么能去保护小姐? 叹了一声, 见到车辆逐渐行进峡谷, 一冲莫展的寒冲只得摇了摇头, 然后驾着马车飞奔上前, 开始严密地监视周围的任何举动。 此刻的车队徐徐地进入万蛇峡之内, 由于害怕惊扰, 他们连车轮上都是包裹了布条, 托付了马车的黑脚牛, 也是被江嘴堵上, 一行人就这般偷偷摸摸地溜进了峡谷之内。 在车队两旁, 所有寒家的护卫皆是直接将武器抽了出来, 另外一只手则是抓住一把白色坟墨, 不断地堆着两边道路洒去。 在这般紧迫的气氛之中, 车队并未遇见什么状况, 十几分钟之后便是穿过了峡谷中部, 在这里几乎已经隐约可见远处的峡谷出口, 见状几乎所有人皆是在心中暗自松了一口气。 而就在他们松气间, 车厢内的硝烟紧闭的双眼却是缓缓睁了开来, 轩寂轻叹一声, 麻烦果然还是躲不掉啊。 叹声刚刚落下, 整个峡谷猛然间颤抖了起来, 轩寂, 峡谷两旁的树木迅速倒塌, 掩跃间透出一些体型庞大的巨蛇行迹, 该死的还是被发现了, 加速, 走! 望着这一幕, 寒冲脸色顿时变得难看了许多, 怒吓道。 此刻不用他摇火, 经验丰富的寒家护卫已经是拼了命的催动着黑角牛, 然后车队轰隆隆的加速, 对着峡谷之外冲去。 就在车队距离峡谷出口仅有百米不到的距离时, 突然一条条巨蛹从峡谷两侧暴闪而出, 最后直接将整条路尽数封死, 张年的巨嘴, 磁磁的兔者带着欣慰的蛇信, 银寒的蛇童将车队所有人都锁定着。 妈的! 望着这些将道路尽数封堵的巨蛇, 寒风钦头顿时一尘, 这些巨蛇虽说只是三节魔兽, 但体型颇为庞大, 十几条下来几乎是将通道堵得没有丝毫缝隙。 在道路被封堵间, 周围的丛林中又是传出阵阵的悲悲琐琐的声音, 寻寻无数条大小色泽皆是不同的毒蛇, 匿迷麻麻的钻出, 最后前前后后将车队尽数包裹。 呵呵呵呵呵呵, 一群傻伙, 居然想从夏大爷眼皮底下溜过去。 随着包围的成形, 一道怪笑声也是突然从天际响起, 寻寻一道末绿色的身影从峡谷之顶迅速飞躲而下, 几个呼吸间, 便是出现在了车队的上空。 出现在车队上空的身影颇为的怪异 人的身体与四肢 皮肤之上布满着密密麻麻的墨绿色鳞片 而在轻脑的处却是顶着一个猙獰的舌头 那细小的双眼盯着下方众人 夺过些许阴寒与残忍 另外在这半人半舌的怪物背后 还有着一对墨绿色的斗气双翼 微微震动间带起一股狂蜂在峡谷之内席卷 望着那出现的碧绿色身影 寒冲等人的脸色顿时变得苍白了起来 连声音中都是带上了一丝颤音 妖蛇 夏芒 夏芒居高零下的俯视着车队 突然黑黑一笑 漫不经心的道 你们应该知道夏大爷的规矩吧 韩冲脸庞抖了抖 全技走出车队 取出一张金卡 攻声道 当然知道 夏芒同领 我们是天北城韩家的车队 这里有一些薄礼 还望同领大人收下 夏芒手一伸 一股犀利毫不客气地将韩冲手中的金卡吸取 然后瞥了一眼 咧嘴笑道 哼 还不错 看来你们还是有一点诚意的 文言 韩冲脸色微微一息 小心地道 那同领大人能否让我们的车队过去 这是当然 夏芒怪笑了一声 车信舔了舔嘴角 手指猛然转向韩雪所在的车辆 吟笑道 不过走之前 嘿嘿嘿嘿 将他留下 车队里所有的人 脸色皆是猛的一变 不少人都是悄然地紧握上了武器 韩冲也是清晰了一口气 公声道 统领大人此话何以 嘿嘿嘿 小娘们不用躲了 女人身上的那股香味隔着老远 本大爷就能闻到 而且本大爷还知道 此次遇见的定然会是个极品 所以还是出来吧 没有理会韩冲 夏芒目光直接锁定在车厢内 怪笑道 夏芒声音落下 那车厢顶盖也是直接暴力而开 旋即一道倩影闪躲而出 最后立在车顶上 目光冰寒地望着天空上的夏芒 见到韩雪的笑容 那夏芒眼中顿时爆发出一股鸿芒 仰天大笑道 果然不出本大爷所料 这次的收获当真是丰富得很啊 如此极品的货色 可是好多年都未曾遇见过了 韩雪脸颊冰冷 目光中夺过一抹杀意 牵手一握 一柄长剑闪现 春季背后斗起双一阵 身形便是突然爆射向夏芒 嘿嘿 小娘们 以你这斗王的势力 怎么可能逃得了本大爷的手心 见到韩雪冲过来 夏芒却是黑黑一笑 嘴巴一张 一道碑绿色的斗器匹链 便是暴势而出 最后如闪电一般的 砸在前者长剑之上 顿时长剑直接暴力而开 而韩雪的身形也是邓邓的支退 红润的脸颊浮现些许苍白 斗王与斗黄之间的差距 实在是太大了 夏统领 我们是天北城寒家的人 你若是对我们动了手 韩家家主以及众长老 定然不会放过你 见到韩雪受挫 韩冲顿时怒喝道 呵呵 韩家嘛 虽然有些老家伙 但能耐我如何 打不过我还不能跑吗 而且只要将你们全部留下来 谁会知道我对韩家人出手了 夏芒怪笑一声 然后嘴中传出一道异样的丝鸣声 而随着这道丝鸣声的传播 这见得峡谷两侧的那无数条毒蛇 眼中顿时寒芒闪动 轩机嗖嗖的 有如箭射一般 对着车队抱势而去 那般密密麻麻的景象 有如下起了蛇雨一般 看起来颇为的恐怖 面对着如此恐怖数量的毒蛇攻击 几乎所有人都是面露绝望之色 紧握着武器 准备拼死一搏 铺天盖底的毒蛇 犹如要遮掩峡谷天空一般 而就在这些毒蛇距离车队 只有不到丈许距离时 身体却是突然凝固 旋即噼里啪啦的 直接化为一团火球 短短瞬间便是变成了 一堆灰烬 从天洒落 望着这突然的变故 在场的 不管是寒冲等人 寒是寒雪 或者是那夏芒 皆是惊恶了下来 第九百五十章 神秘强者 淡了黑色的灰烬 徐徐地从天际飘荡而下 最后居然是直接地 在地面上盖上了一层 薄薄的黑色 这般诡异的一幕 令得在上所有人 心头皆是有股寒气生气 谁都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情 即便是以那夏芒的势力 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众多毒蛇 突然间化为灰烬 至于变过的烟友 他同样是丝毫不知情 诡异的寂静 笼罩着峡谷 那峡谷两侧的无数毒蛇 此刻 似也是犹如绝财 到了一股不安一般 身子竖起 琴着些许暴躁的嘶嘶声 不断地传出 令得峡谷之内的气氛 更是阴冷了许多 寒冲等人面面相趣了一眼 旋即皆是缓缓后退至车旁 将寒雪护于中间 警惕的目光锁定着天空上的夏芒 寂静的气氛持续了好半上 那夏芒终于是逐渐回神 目光有些疑惑地扫了扫 旋即顿在了寒雪 那动人的胶躯之上 眼神再度变得火热起来 咬了咬牙 一道尖锐的嘶声 从其嘴中传出 而下骨两侧的无数毒蛇 在听得这道嘶声之后 略微犹豫了一下 眼中再度迸发凶猛 身躯欲扭 便是犹如一道利剑一般 嗖嗖的再度射向车队 见到毒蛇再度攻来 寒冲等人急忙催动斗气 然而还不带他们发动攻击 那诡异的砰砰声响 再度在天空响彻 无数道火球浮现而出 全季如昙花一般的迅速消失 最后化为灰烬 徐徐而落 望着这一幕 寒冲等人眼中 也是涌上了一抹狂喜 到了这个份上 他们也是能够猜测到 应该有人在暗中相助 小姐 寒冲脸上涌现兴奋 看了寒雪一眼 第一声道 寒雪玉手轻轻摆了摆 美目缓缓在四周扫过 但并未发现有丝毫的痕迹 灯下柳眉不由的微微一皱 难道他们运气真的如此好不成吗 居然在这种时刻能遇见强者相助 美目在转移间 片刻后 突然鬼使神差地顿在了一辆马车之上 那里 这是硝烟所待的地方 视线顿在车厢上 寒雪羞伤的睫毛轻轻眨动了一下 然而还不待他深思 下柳那烟沉的声音 却从天空传了下来 不知道是哪位高人在此 在下下柳 若是有得罪之处 还望见谅 不过今天之事 乃是我与这些家伙的私事 还请朋友不要插手 天空上 下柳目光微微扫动 寻寂抱拳道 下柳的声音 缓缓地在峡谷之内回荡 然而却并未有所回应 就在其心中有些不耐烦时 一道苍老的声音 简洁明了地响了起来 滚吧 突如其来的苍老声音 犹如在天际传下的一般 盘旋在所有人的耳边 这一刻 韩冲等人心中习意更甚 果然是有强者相助啊 在那苍老声音响起时 韩雪美墨也是从硝烟所在的车厢处 转移了开去 然后扫向别处 似是想要将这位神秘的强者 找出来一般 阁下真要为了这些没用的家伙 大打出手吗 夏芒眼中夺过一抹凶芒 不过碍于先前那一般诡异的一幕 也是不敢立刻出手 当下音测测的道 十夕之内 不滚 就死 对于夏芒的话 先前那道声音的主人 再次给予了一个极为简洁明了的回答 在那声音之中 即便是韩冲等人 也是能够听出淡淡的冷笑与嘲讽之意 此时如同在讥讽着 那夏芒自不量力一般 两次被如此毫不客气的对待 夏芒眼中也是变得极其阴沉了起来 他在此地作为作福许多年 不是没有强者要来绞杀他 但因为此山脉太大 而且山脉中蛇洞无数 只要这夏芒一变身 然后钻进深洞之中 想要将之找出来 可是相当麻烦的事情 而也正因为如此 这个家伙的凶名 方才会逐渐的强盛起来 眼中夺过些许三冷 夏芒面上确实看不出丝毫 凡尔氏对着四周抱了抱拳 说道 机缘朋友执意要保护他们 那夏芒今天便给你这个面 一句话刚刚达到最后一个字 那夏芒眼中 寒芒抱涌而出 寻寂脚掌一斗虚空 身体便是犹如一道碧绿闪电般 一个眨眼间便出现在寒雪面前 熊猴斗体在此刻抱涌而出 庞大的气浪直接是向寒冲等人震得急速后退 哼 小娘们 我下大爷看上的女人可没几个能够跑得了的 斗气抱涌 夏芒一声吟笑 群技就是对着寒雪抓去 其速度极为迅猛 以寒雪的实力根本就无法躲避 因此只是能够眼睁睁地看见对方的爪子落在其箱间上 找死 夏芒手掌刚刚落下 一道饱含着杀意的冷喝声便是突然响起 旋技一道无形的能量波动 如电芒一般涌入空间 瞬息之后 直接诡异地在夏芒胸膛柱爆炸开来 低沉的爆炸声响并被带起丝毫的能量碰撞 但那夏芒身体之上弥漫的斗气 却是立刻消失大半 一股庞大的劲力在其胸膛处炸开 狂猛的力道 直接是将其皮肤之上的鳞片炸得鲜血淋漓 而其身形也是邓邓的击退 保护小姐 无形的攻击直接是将夏芒震退 见状寒冲等人急忙涌上 一窝蜂地将寒雪围在其中 目光狠狠地盯着前者 寒雪美目直直地盯着 仅仅是一击 便是败得相当凄惨的夏芒 心中却是掀起了滔天巨浪 他知道这家伙虽然恶心 但实力确实不弱 加上其本体为魔兽的缘故 防御力也是格外的强横 没想到如今连对手都是未曾见到 便是乐得这副狼狈模样 那出手之人实力是何等的恐怖 恐怕即便是放眼他们寒假 也是找不出几个这般的强者吧 夏芒一连退了将近百步 方才脸色惊骇地停下了身形 抹去嘴角血迹 目光惊恐地望着四周 诗声道 灵魂力量 你是炼咬师 那股无形之力 在接触过后 夏芒也终于是认了出来 那明明便是炼咬师 最为擅长的灵魂之力 而那种灵魂攻击 也明显是中正大路 炼咬师最拿手的把戏 对于夏芒的惊叫声 那道声音的主男人并未理会 一声冷哼 无形的灵魂力量 再度在空间之中波荡而起 循迹夹杂着雷霆之势 狠狠地对着夏芒 抱势而去 感受着那再度袭来的灵魂攻击 夏芒浑身鳞片 都是微微竖了起来 脸上恐惧 也是越加浓郁 到到最后 终于是一声尖叫 在寒冲等人惊恶的目光中 跳头化为一抹 墨绿身影 极为狼狈地窜出了山林之中 几个闪躲便是消失不见 在那道灵魂攻击之中 夏芒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一股 刺骨杀意 他知道 要是再停留的话 那股灵魂力量的主人 绝对会真的 将它剁成一块块蛇肉 能够在这里存活这么多年 夏芒也是非常清楚地知道 什么人能惹 什么人不能惹 为了一个美人 得罪一位如此强者 不划算呢 随着夏芒的逃窜 那峡谷两侧 无数毒蛇 也是开始掉头手窜 就连那拦路的十几头巨蛇 也是拼了命地 窜进了草丛中 短短几分钟时间 被堵得严严实实的哑哭 便是再度变得 空空荡荡了起来 这般一幕 只看得寒冲等人 目瞪口呆 妈的 这家伙淘起命来 居然如此熟练 看来 没少被人追杀过 寂静的气氛中 不知道被谁突然来了一句 弄得众人也是大笑了起来 那笑声之大 似乎是想要将先前的惊吓 全部吐出来一般 寒冲在笑了笑后 拍了拍胸口 今天可真是在刀尖上 转了一圈呢 不过还好 没什么事 寒雪那冰冷的翘脸 以而在此刻微微解冻 旋即抬起头 对着天空拱手弓声道 晚辈寒家寒月 今天多谢前辈出手 不知能否卸身一剑 也好让晚辈将前辈的名讳 寄于心间 老夫顺路而已 没什么好见的 走吧 淡淡的苍老声音 从天际栩栩传下 令得人难以锁定 其真正的方位 随着这句声音的落下 那神秘强者 便是犹如走开了一般 再没有丝毫的声音传出 听得安静下来的四周 寒雪也只得失望地叹了一口气 挥了挥玉手 清澈动人的声音 从其小嘴中传出 继续赶路吧 文言 寒冲等人也是急忙地点了点头 然后分散开来 继续将车队护在其中 在一阵咯吱声音中 车队再度前行 在车队前行间 寒雪也是回到了自己的车辆上 在登车时 一股莫名的感应 却是令得他突然间 将目光投向了消炎所在的车厢 片刻后 方才皱了皱带眉 旋即自嘲一笑 矫尖一点 郊区便是矫尖的 跃回了车厢之内 在寒雪回到车厢时 后方一个车厢之内 盘膝而坐的消炎 却是缓缓地 睁开了双眸 捂着胸口 剧烈地咳嗽了一声 微微苦笑 伤势还未痊愈 便是调动灵魂力量 与人相战 还真是 有些吃力呀 第九百五十一章 空间之力 从万蛇侠顺利出来之后 整个车队都陷入了一种 劫后余生的狂喜之中 先前那种严阵一带的气氛 已经彻底消失 众人皆是七嘴八舌地 讨论着 先前所发生的那一幕 那一位神秘强者 所展现而出的 恐怖实力 对于他们来说 可是一种 相当大的震撼 呵呵呵 刚才像马那杂毛 逃的样子啊 就像一条被打晕的蠢蛇一样 真是过眼 虽然差点被干掉 不过能见到这般 凶名赫赫的妖蛇 狼狈逃窜的模样 也算值了 这呀 也是那名神秘前辈 实力强的缘故 听夏芒所说 那位前辈 应该是一名炼药师 按我猜测呀 恐怕至少也是一名 六品炼药师 不然 很难凭借灵魂力量 将夏芒震退 六品炼药师啊 我记得我们韩家那位 首席炼药师 不过才是五品吧 而且就这样 即便是家主 见到他 都是很客气啊 是啊 我们这次 也算是走运了 不过可惜的是 没见到那位 神秘前辈一面 六品炼药师啊 即便是放眼 天北城 那也是顶尖的存在啊 哼 别做梦了 高人自然有高人的傲气 能顺手搭救一下我们啊 就得磕头感谢了 肖炎坐在车厢之内 听得外面那一阵阵的热烈交谈声 不由得苦笑了一声 还好没露面 在肖炎感叹间 车帘突然被掀开了 旋即一脸笑容的寒冲大步而进 随手丢给前者一个水袋 笑道 呵呵 怎么样 没受惊吓吧 肖炎接过水袋 喝了一口 微笑着点了点头 轻声道 还好 哎 这一次啊 我们好运 遇见了一位前辈帮忙 不然的话 恐怕就得葬生在万蛇峡谷之内了 韩冲也是一屁股坐在车厢内 一脸庆幸的道 不过说起来 那位前辈倒还真是不错 一般若非相舌的话 很少有人会多管闲事 肖炎笑了笑 面前的韩冲 似乎是刚才在峡谷之内 受了惊吓不小 现在一口气便是尽数吐了出来 而对于他对那位出手的神秘前辈 怜民不绝的赞美 肖炎则只能脸色略有些古怪的点头 在啰嗦了将近十几分钟之后 韩冲终于是有些意犹未尽的蛛的嘴 冲着肖炎黑黑笑了笑 说道 如今过了那万蛇峡 基本上是一路平坦了 虽说这一路有着山贼流民 但那对于我们来说倒没有什么威胁 本来这一次不会途经万蛇峡的 但在大麻中遇见了风沙偏离了一些方位 若是再绕回去的话 得需要极极长的时间 所以只能硬着头皮走一遭了 韩大哥 这里距离天北城还有多远的路程啊 肖炎略有些恍然 他还在疑惑 为何明知道韩雪等人要途经万蛇峡 那韩家居然未曾派强者前来接应 如此一听 原来是他们路线有所改变 轻点了点头 他迟疑了一下 突然问道 如果顺利的话 大约还有六天时间吧 韩冲沉咽了一下 回道 六天吗 文言消炎低声呢喃了一声 在心中确实悄悄地松了一口气 六天时间 他的伤食应该能够痊愈大半 到了那些尝试中 其内强者必然不少 若是不尽快恢复实力 恐怕少不了一些麻烦 毕竟不管在何处 拥有了实力 方才会拥有话语权与自保之力 他打算到了天北城 便开始打探魂殿的消息 若是可以的话 去那焚烟谷一趟 将天火三玄遍的剩余两遍弄到手 有了这两遍的话 即便是他不使用佛怒火帘 应该也是能够正面与斗宗强者相抗衡一二了 对于硝烟心中的念头 韩冲并不知情 因此 在与其聊了一会之后 吩咐了一声好好休养 便是下了马车 车队沿着大路一路向南 对着那还有一段距离的天北城 栩栩行进 因为大家都知道 硝烟是重伤人员 因此在寒冲之后 也很少有人来打扰他了 这倒是给了他一些安静休养的时间 车辆的颠簸在持续了一段时间后 又是缓缓停歇 车辆上的硝烟睁开双眸 看了眼天色 知道车腿又是要开始安营扎寨了 这片地雨 夜晚赶路相当危险 而且效率不高 因此很少有人会连夜赶路 经过一下午的调息 硝烟的体内那股剧痛感 又是减弱了不少 而且在那经脉之中 他甚至都能够觉察到 些许斗气的流动 虽然与往日相比 还是颇为微小 但那股伤势权益的速度 却是颇为可喜 车辆停下之后 硝烟也是掀开了车帘行了下去 他知道那含血的性子 所以可并不想 又被他逮着机会叫醒一通 行下车厢 硝烟抱着一张帐篷架子 对着寒冲等人选定的扎营地点行去 然而没走几步 便嗅到一股淡淡的幽香 从前方传来 当下脚步一顿 抬起头来 望着前方的寒血 冲着他微笑着点了眼头 寒血 翘立在一些碎石上 美目盯着面前的青年 一身粗糙麻布衣衫 令得他看上去 多了一丝普通之意 那张脸庞倒是有些清晓 算不得英俊 但是颇为的耐看 似是属于那种 越看越有味道的男子 美目与对方对视间 寒血却是微微一正 那对漆黑如墨的眼中 并没有其他人 见到他时的 那般不安与游离不定 那里面 有的只是一股蕴含着 细微笑意的平静 如一台深水一般 难以有着丝毫的涟漪波动 寒血小姐有什么事吗 在寒血的美目盯着消炎时 后者却是有些受不了 他这种注视 甩先开口 笑道 文言 寒血睫毛轻轻抖了抖 拳击御手缓缓伸出 最后在周围一些惊恶的目光中 抓入消炎的手臂 一道探测般的斗气 便迅速地钻进消炎体内 感受着那股斗气的肉体 消炎脸色丝毫不变 心神移动间 体内斗气立刻散于经脉之中 斗气在其体内钻了一圈后 便是无奈地沿途返回 最后回到了寒血体内 他这才缓缓松开御手 眼中夺过一抹失望 看来他的那点莫名其妙的猜测 果然没有来路 在消炎体内 他唯一能够发现的 便是消炎体内那极为严重的内伤 摇了摇头 寒血撇了消炎肩膀上 扛着的帐篷架子一眼 说道 你体内的伤势不清 便不用赶活了 这些事让其他人来做吧 不用 虽然受了伤 但我可不是什么废人 消炎爽朗一笑 摇了摇头 然后便是扛着斗篷架子 绕过寒血 对着寒冲等人行去 微微偏头 凝望着那有些消瘦的背影 寒血不由得自嘲一笑 自己居然会有那种 不切实际的想法 光从外表来看 这消炎的年龄 恐怕也就跟他自己差不多 如此年龄 就算是什么修炼天才 怕也是很难做到 那种两句话 经退斗黄强者的程度吧 看来 真的只是一场好运 大漠的夜 依旧是那般冰冷与荒凉 淡淡的阴芒笼罩在 这无边无近的大地 站在高底 一眼望不见尽头 营地之内颇为安静 唯有火堆燃烧的 偶尔噼里啪啦的声响 在营地外 有着不少暗哨 来回行走 将营地保护在其中 在营地的一处 有些简陋的帐篷内 消炎盘息而坐 身体之上 已经再度被涂上 那种修炼所使用的药液 而周围的天地间 一丝丝能量也是涌出 然后顺着消炎的呼吸 灌注进入其身体之内 体内的斗气 在一丝丝的增加着 而这力量之感 也是徐徐地重新回到 营炎那无力的身体之内 这般修炼持续了许久 带得大漠的天际 逐渐地出现了一丝尘灰时 营炎方才缓缓地 睁开了双眸 只不过 在那睁开的眼中 居然有着一分 难以掩饰的震惊 手掌缓缓摊开 一股碧绿的斗气 缓缓涌出 营炎的目光 死死地盯着 褶团斗气 隐隐约约间 他看见了一丝 淡颜色的能量 那似乎是 空间之力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营炎眼中 逐渐地涌现一抹 惊喜之色 空间之力 那至少是必须达到 斗宗级别 方才能够勉强操控的 神奇力量之一 在未达到 那个层次之前 即便是斗宏巅峰强者 也是没有资格 拥有 以及操控它 然而现在出现在 硝烟斗气之内的 那一丝银色能量 真真切切的 便是一道 空间之力 这空间之力 看来应该是在 空间通道中 被那股空间之力 摧残时 所遗留在体内的 然后因为一些缘故 又是未曾消散 反而融入了斗气之内吧 果然是祸福相依啊 硝烟目露尘瘾 片刻后低声喃喃道 不过不管如何 现在的我 似乎也是拥有了一点 操控空间的能力 虽然极淡 但却真的具备 硝烟嘴角 缓缓掀起一抹笑容 手掌平探而出 寻技猛然一握 而随着其手掌的卧下 面前的空间 居然出现了一些 细微的扭曲 扭曲空间 斗中强者 方才能够具备的能力 现在却在 上海只是七星斗黄的 硝烟手中 展现了出来